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通过所谓的multiple realizability,就是多重实现性这个概念,来对功能主义做了一些解释。 也就是说,从功能主义对意识的解释角度来看,只要意识形成过程中需要的各种的功能可以被实现的话,那么这个意识就应该会产生。 那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下,我们就可以某种程度上接受人工智能可以产生意识,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非生物结构的实施各种意识功能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在自然界中是存在有大量的相似的案例的。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具体的介绍了很多案例,就是各种各样的物种,尽管这些不同的物种之间的联系有可能非常的遥远,但是在相同的生存生态环境下,他们会碰到类似的生存压力。 使在这样的一个生存压力下产生的对应的基因变异和以其相对应的功能上的调整,使完全不同的物种,由于其某些特定的功能相似,产生很多物种的总体的相似。 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不同的因的物种在基因上有可能相距非常远,就是说他们是非常不同的物种,但是从外表,从他们的打猎的行为和从他们的总体的特性上,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也讲了一些其他的物种,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通过功能主义对意识的理解,尽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让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个解释的角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家们很大程度上接受这个理念。 但是功能主义有它内在的局限性,功能主义在身心同一论的这个角度上,它某种意义上绕过了身心同一论的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身心同一论把大脑的生物状态和意识的思维状态基本上画了一个等号,但是从功能主义上,身心同一论某种意义上是不被接受的。 因为假设我们接受了功能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说只要功能到位,我们的思维意识就是会到位。 就像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只要你把所有的这些处理的模块全都到位的话,这个意识就会产生。 那么如果功能主义是成立的话,回到我们最典型的第一人称的体验,比如说疼痛的感觉。 那么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疼痛的感觉是一个functional state,是一个大脑的功能的体现。 那么如果你接受这样的一个角度的理解的话,一个图灵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功能状态机,它是一个状态机。 所以它本身就是在通过它的状态的运算过程,实施各种各样的功能。 因此图灵机理论上可以实施大脑的所有的功能,因此图灵机就可以有一种疼痛的体验。 那么我们知道图灵机本身并不具有大脑的结构,那么以图灵机或者是以其他的形式实施的这种功能状态机,就没有一个大脑的存在。 因此没有大脑的存在的系统,居然可以形成一种疼痛的体验,或者是意识的第一体验。 这样的一个结论,某种意义上就否定了身心同意论的结论。 也就是说,思维意识状态不是等于大脑的生物状态。 因为疼痛这种体验不一定必须有大脑状态的存在,才可以体验。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讲,任何可以把大脑的功能复现出来的其他的机器都会有疼痛的体验。 因此身心同意论在功能主义的严格的解释下,会出现一个不能被接受的结论。 因为身心同意论在说大脑状态必须存在。 那么功能主义这样一个理念,它也有它本身的困境。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接受功能主义这个对意识的解释的理论框架。 那么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所谓的China Brain Problem。 就是中国脑,中国大脑思维实验。 这个思维实验是由不同的哲学家提出来的比较著名的两个。 一个是Lawrence Davis,一个是Ned Block。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China Brain Problem,主要是他对功能主义和身心同意论都提出了挑战。 也就是说通过中国脑这个问题,不管你是功能主义还是身心同意论,都无法解释意识是怎么来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看一看所谓的这个China Brain Problem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脑的这个思维实验中,整个中国的人口可以被设想成是一个大脑中的神经元。 也就是说每一个在中国的中国人去实施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的所有的功能。 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大脑中的神经元的数量和中国的人口数量是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叫China Brain Problem? 因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口是最多的,而大脑里边的神经元数量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具体来讲,在人的大脑里边有1000亿个神经元,而中国的人口是14亿。 那么先不说这个数量上的差别,咱们就是假设一个大脑里有海量的神经元,中国有海量的人口,每一个人口和神经元是一一对应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他在这个大脑里面的作用,假设就是一个神经元的作用。 那么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脉冲联系和他的神经元本身的功能就是用一个人来代替。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通讯和人和人之间收到脉冲决定在发送脉冲的这些决定。 不管是随机的还是还是确定的,不管是deterministic还是probabilistic,都是由一个人自己按照一个神经元的功能来实施。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代表了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脉冲联系。 那么我们知道人的大脑中的脉冲的联系它叫突出,叫synaptic connections,大概其有一千万亿个这样的连接,就是10的十四四方。 这样的一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海量的联系就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管是有线电话还是无线电话来做联系。 在大脑中如果某一个神经元和任何一个神经元进行一个脉冲的传输,我们就可以设想是某一个中国人和另外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几个中国人在传送消息。 那么整个这个中国脑就是一个整个的中国全国的人口的总体。 那么这个总体的活动,它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的通讯活动,通过一个在地球上空的一个卫星把它汇总到一起。 在地球的外轨道往中国这块地上看,就会发现整个这个中国人的总体形成了一个思维意识状态,mental state。 而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意识状态中在完成一个神经元的所有的功能。 同时这个中国脑本身又通过许多通讯手段和另外一个机械的或者是生理的身体建立起联系。 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是大脑通过中枢神经,通过脊椎和全身的四肢,全身的皮肤,全身的脏气进行联系。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么一个肉体,或者是一个生物的肉体,或者是一个机械的机械体,它在模仿一个人的四肢,人的皮肤,人的内脏,人的所有的其他的东西。 这个大脑和这个肉体之间的联系,也可以通过大脑中的每一个中国人用通讯手段和他们进行联系来模拟。 那么这个身体和这个中国人口的总体的意识状态集成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外界体验,具有思维意识能力和具有由思维意识能力产生的控制身体的各种的决定的信号的产生。 也就是说,总体上它就产生了一个人,具有被思维意识控制的身体的人。 把这样一个案例描述完了,我们可以说,中国脑这个总体的系统在功能上和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没有区别了。 因为具有一个正常思维意识的人,他有五官感受,他有行为被意识形态控制,他有内在的意识状态。 因此,整个中国这个国家,或者是中国脑和以其相对应的身体,总体上来讲,如果用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中国脑就具有意识,具有思维意识心灵状态。 那么这个思维实验就成为了对功能主义挑战的一个焦点,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实验的理解,很多哲学家们就认为,这个中国脑会产生意识,这一个结论是非常荒诞的。 它不应该产生意识,因为即使在中国脑内部所有的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连接,都复制了具有意识的大脑的各种功能。 我们仍然无法在这个系统中有一个描述qualia感受性的角度,what it is like,就是如何描述感受性,我们是没有方法去描述的。 也就是说,中国脑这个思维实验,它实际上在描述的是一个philosophical zombie,是一个哲学僵尸。 因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它只是把哲学僵尸的所有的功能描述了,它无法描述,无法回答感受性这个问题。 因此中国脑这个实验就是对功能主义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从刚才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挑战本身其实并不是非常板上钉钉的。 因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说,你如果像中国脑这样一个构建,把每一个中国人全变成了一个神经元,按照一个大脑的神经的所有的结构复制出来。 那你凭什么说,这样的一个中国脑就没有思维体验呢?就没有思维状态呢? 你不能排除这样的中国脑具有思维体验,具有思维意识的能力。 因为通过所谓的multiple realizability,因为从多重实现性这个假设来看,我们不能排除用神经元以外的其他的材料构建出来的连接的网络,不能产生意识状态。 你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就好像是说,你做一个补薯器,不一定非得是老鼠家,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方法,但是最后功能是补薯。 而在大脑实施思维状态的过程中,你不一定非得要用神经元这种生理的结构来实施。 也可能你可以用像中国脑这样的一个结构,每一个人就去扮演一个神经元的角色。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脑是可以产生意识状态,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的产生过程中,每一个神经元是被一个中国人替代了。 我在这里不用中国公民来替代,是讲被一个中国的subject,一个臣民替代了。 因为一个臣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只有他特定固定的功能来实现。 那么在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话题引开一点,做一些有一点半幽默的比喻。 就是中国脑这个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中国的政治现实,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假设在毛泽东的文革时代,毛泽东的大脑里的神经元,每一个都被当时的中国臣民所取代。 也就是每一个臣民在扮演着毛泽东大脑中的神经元的功能。 那么这些臣民,他们互相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的组织性,有一定的连接性。 他们互相的作用就是在互相的传送信号,互相的联系,就好似毛泽东大脑中的神经元那样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功能。 那么我们知道,假设在这样的一个毛泽东的大脑,用中国臣民替换的状态下,产生了毛泽东的思维意识状态。 咱们假设确实产生了,毛泽东不是一个zombie,不是一个僵尸。 那么下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和我们讲的这个意识的问题不完全相关,这是带有一定的比喻。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大众是否知道毛泽东的意识状态是什么? 尽管他们每一个人在毛泽东的大脑中的神经元中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但是他们能否知道毛泽东的思维意识状态呢? 显然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从神经元的角度,他在做他该做的事儿,但是他的神经元和其他的神经元的总体的人口大众组合的这个精神意识状态是属于毛的,不属于他们的。 他们无法知道毛泽东的意识状态中,他最关心的事情是掌握权力到终身。 他们无法知道毛泽东对中国老百姓的命是非常鄙视的,非常缺乏同情心的。 对中国老百姓饿死几千万,他就跟没有发生一样,完全在他的意识状态中,这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一件事。 他们也无法知道毛泽东心中最大的恐惧,实际上是他的同僚,他的同伙有可能向他篡权,因此他用各种方法把他威胁最大的,位置最高的那些同伙把他干掉。 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目的,维持自己的权力,消灭对他有威胁的同僚。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的热衷于个人崇拜,当然他们更无法知道毛泽东生活中的那些欲望,那些感受,那些痛苦和那些欢乐,他们都无法知道。 尽管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毛泽东的大脑中扮演他们需要必须扮演的角色。 因此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看出来,中国的这些臣民,这些个体是根本无法对毛泽东的真正的意识中的动机欲望和需求有任何了解。 尽管他们实际上是构成毛泽东的动机欲望需求的根基,因为没有这些臣民,毛泽东就不可能坐在权力的顶峰,为所欲为,搞那些带有非常血腥的群众运动。 而参与这些群众运动的臣民,自己非常的热衷于互相残杀,没有想到这后面隐藏的意识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实际上不是在说毛泽东一个人,我们是在说共产体制总体上就是这样一个体制。 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体制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至高无上,渴望不可及的乌托邦的宏图, 这样一个巨大的渴望不可及的乌托邦的宏图,就好像是每一个神经元组成的那个意识状态, 对于每一个参与这个乌托邦伟大理想的这些臣民来讲,他唯一能理解的就是他自己应该干什么, 他永远不会理解他做的这些事情,真正的对于实施这个伟大理想,伟大宏图, 到底是怎么样实施,怎么样产生,只有那些在权力的最高峰的那些掌权者, 他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总体的宏观的意图和意识和企图, 而这些意图和意识和企图和他们呈现给老百姓的那个宏图, 实际上是完全两码事,而那些臣民也永远无法知道, 这些掌权人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最大的企图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好像今天我们说,习近平到底是要干什么, 他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中华复兴, 他实际上就是要为了巩固中共永久执政的权利, 这时候我们回想起在毛时代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叫做雷锋,这个在文革有过体验的人都知道雷锋是谁, 雷锋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谓的雷锋日记中技术的一句话, 我这里把它念出来,雷锋日记中说,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 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机器由于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 才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 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 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贴切的, 对于一个集权体制下的臣民的功能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你在这个总体的意识的组成下, 你的作用是一个神经元,是一个螺丝钉, 表面上好像说你这个神经元螺丝钉在产生意识, 实际上这个意识是什么, 作为一个神经元,作为一个螺丝钉, 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你只能被固定在你那个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习近平今天的所谓的伟大中华复兴梦, 因为这个梦实际上他知道是完全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 他自己都不信, 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谎言来实施, 他在掌权位置上的那个梦, 他在掌权位置上的那个最高的意识状态, 那么就是保护权力, 保护中共永久执政, 保护一党专政, 而对于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中国老百姓, 每一个臣民, 他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由公民的权利, 他没有公民的权利, 没有公民的意识, 他是一个没有意识的, 就好似是一个神经元的一个臣民, 他唯一的任务和义务, 就是去完成作为一个神经元, 作为一个螺丝钉所需要的任务, 回到我们的主题, 如果我们的意识和神经状态, 不是由神经元产生的, 那么这个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是由神经元的连接, 还是神经元连接和神经元总体上的各种脉冲产生的,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 我们作为一个动物, 尤其是人, 作为一个高等动物, 为什么会产生意识状态, 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意识状态, 为什么我们不会是像一块石头, 甚至一棵小草那样的没有意识的存在,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几节继续讲,